我凭什么就要为你生孩子牺牲一切 我不是你们家的生育机器 给我生孩子 真是委屈你了 你为什么不这变化 为什么躲着我 不要的就先在我面前 不然的话 我不敢保证发生什么事情 我李朝福就再没本事 我都不会卖孩子 话说得好 先说断 后不就忘了吗 其人太神 你干嘛大人呢 你干嘛别说他 德琳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一致 我已经回家你的孩子了 这个孩子可不忙 这个孩子 是我得到下行进的 唯一的筹罚 生孩子的事 能不能让我自己决定 这女人最重要的就是 家庭和孩子 妈说得蛮有道理的啊 你要想让我生二胎 我是不可能生的 你有什么资格 这么和他说话 你老公你还要不要 称货 李军说伤势太重了 已经去世了 你什么死的是我的儿子 你听说 我恨你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只有你老公 为什么死的偏偏是我老公 求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你只有均说这一个儿子 希望你 忘掉过去的不开心 找回三年快乐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就只有你的工作 你的病人 你的手术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化 今天我们来看 故事的第三集 儿子李军叔遭遇意外 让李朝阳夫妇 幸运到悲痛当中 军叔的未婚妻邓玲 又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拥抱幸福的女人 落入了失去爱人 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当中 现如今 邓玲是无依无靠 独自在城市打拼 承受着刻骨铭心的悲痛和寂寞 这场意外 让邓玲的闺蜜 也是军叔的唐姐李军荣 和丈夫夏行健 都感到愧疚无比 因为是他们的争吵闹别扭 才引出了之后 夺走军叔生命的这场车祸 军荣和夏行健 都感觉到愧对李家 更愧对邓玲 尤其是事发时 夏行健也在车上 而他却幸免于难 因此他格外觉得亏欠邓玲 他想做些什么去弥补邓玲 而渐渐的 他的这份亏欠之情 却逐渐地转变成了联系 进而又迸发了一种保护欲 邓玲跟夏行健 就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 他竟敢催化下 似乎越走越近 也越走越危险了 那么接下来 军荣夏行健 他们的感情能够获得修复吗 而邓玲 会他们的婚姻 他就现在冲击与挑战吗 夏里两家人 还会发生哪些恩怨纠葛的故事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还不睡 睡不着 那我去洗脏了 等一下 我们谈谈吧 他什么 你是不是跟你妈一样 怪我没有保护好孩子 没有 你嘴上说没有 看你心里就是那么想的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我工作一天了 我很累 我想休息 孩子没有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那每个人都要指责我 其他人 不理解我也就算了 可是你是我老公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你希望我理解你 你为什么不理解一下我呢 当初我让你工作 不要那么累 你非不听 现在孩子没了 你让我理解你 孩子孩子 你现在心里只有孩子 我凭什么就要为你生孩子牺牲一切 我不是你们家的生育机器 李静柔 你终于说出口了 你嫁给我下行件 给我生孩子 真是委屈你了 真是委屈你了 你生肯定可以生育机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了 怎么 你心动了 想生二胎 我呀 我哪有这个机会呀 我们呢 是悲催的七零后 以前想生的时候吧 不让你生 现在让你生吧 又生不出来了 谁说的 谁说的 国外人家五十岁的女人都还能生孩子呢 就是有这个功能吧 也没这个精力了 不过俊荣 你婆家不是让你再生一个二胎吗 你看 你这么年轻 你婆婆也年轻 可以考虑一下再生一个呗 不过想一想 生两个孩子还是好 一儿一女 凑成一个好字 以后孩子长大了 也有个兄弟姐妹互相照顾着 可是 我才如何产 我的身体 我担心 所以呀 俊荣 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 这正是你跟你老公家人 修复关系的最好时机 你说你要是给他们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高兴都来不及 关系自然就好了呀 俊荣 听我的没错 你好好想想吧 我吃饭去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我还有事 你别等我了 咱修修了 所以呀俊荣 你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 这正是你跟你老公家人 修复关系的最好时机 你说你要是给他们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高兴都来不及 关系自然就好呀 我看看你 你是不是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夏星天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为什么躲着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如果今天我不是去公司楼下等你的话 你还要等我到什么时候 德玲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马上走 就现在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的话 我不敢保证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确定 我真的不走吗 来 不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李家人知道君荣因为劳累过度而流产的事情之后无比气愤 认为君荣一定是在夏家受了委屈 一家人连忙赶去夏家 看望君荣 想要为他撑腰讨个说法 走 你们都在 来 没事 你先去忙 爸 妈 你们坐 你们坐 大伯 你明天来了 赶紧坐吧 真是不请自来呀 亲家 你们来得正好 看看你们的宝贝女儿都做了些什么事 妈 别这个态度说话 我怎么跟太祖说话呢 哎 我们家什么时候亏待过她吗 自己怀孕都不知道 还做手术搞得流产 哎 你算是一个母亲吗 这女人结婚给老公生孩子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儿子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 他要是有什么事 我绝饶不了你 你说够了没有啊 那流产又不是他的事 真是说三道四的 我还没说到 你们这些为老不尊闹的 你说你们多大年龄了 还要生二胎 要我说啊 我的孙子 就是被您的二胎克死的 你就少说两句嘛 再这么说 也是亲家呀 你闭嘴 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 要个孩子怎么了 我们感情好 身体好 不像有些人想生还生不出来呢 真是生个孩子 你也说东说西 你们这些人哪 就是太没素质了 怪不得生这么一个 没有责任的女儿 要我说啊 你们就是再生二胎 你好不到哪去 还行啊 这样闹 让你们在这儿这么过 不过这儿了 大不了我养他一辈子 行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我也不想 孩子流产 如果行健不肯原谅我 我无话可说 不管他做出怎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尊重的 这傻丫头你说些什么呀 这跟你有错吗 这是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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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儿子 这爸妈都急死了 我没事 你不要装着没事 妈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你放心 有妈给你做主 你心里想什么 就说出来 如果你不肯原谅我 如果你要跟我离婚 我会尊重你 如果 好 别说了 都过去了 你说 这 这是什么事啊 这是 这是气死我了 我回来了 干嘛 吴家壁 你这么大早 跑我们家偷什么东西来了 去 你们家有什么东西 好让我偷的 俗话说得好 破家还是万贯的 你懂什么 玉莲呢 玉莲啊 被你大哥大嫂 接到他们家去了 李朝福一直都担心大哥大嫂会过于关注孩子 而不顾及玉莲的感受 现在大哥大嫂竟然在没有告知自己的情况下 直接将玉莲接走 让她感到无比恼怒 弟妹啊 这些衣服你就别收了 大嫂给你买新的 来 把这鸡汤喝了 哎呀 大嫂 我刚刚才吃了鸡蛋 你现在又喝鸡汤 我这孩子还没生 我就快变成猪了 哎呀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吃 那孩子还要吃呢 先喝了它 一个小时以后 吃营养素 大嫂 弟妹 买回来了买回来了 今天这衣服都买回来了 大哥 这孩子还没生呢 你就买这么多 没关系 反正都用得着 下午我再到趁你再买点 你看 这衣服好不好看 哎呀 别衣服了 赶紧把汤喝了 我这还算着时间呢 别 别 床福 走 跟我走 哎 你干什么呀 我把弟妹接过来 就是想好好照顾她 我自己老婆我知道怎么走 走 哎呀 你平时要去看猪万牛的 哪有时间来照顾弟妹呀 经常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那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 你说的好听 你敢说你就没点私心 你没惦记在肚子里的孩子 那是潮福 咱们都快是一家人了 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啊 谁跟你一家人呢 我告诉你们啊 从今往后 我们的事跟你没关系 走 要走你自己走 可是孩子不能带走 你疯了吧你 走 哎呀 哎呀 潮福 怎么有什么事好商量 你要钱要什么都可以 大哥 别给我提钱 我李潮福就再没本事 我都不会卖孩子 哎呀 潮福 你不要钱也可以 可是孩子过激给我们 可是当初说好的 那实在不行 咱们就 咱们就写个协议 写个协议 大哥 我当初答应你这个原因 就因为你是我大哥 真写协议啊 我看写个协议挺好 俗话说的好 先说断 后不乱嘛 你欺人太神 你干嘛大人呢 别打 别打 你没想到肚子 肚子疼 肚子疼 快快快 我送你道歉 丁妹 丁妹 放手 我告诉你们 玉莲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没完 慢点慢点 妈不舒服吗 你是 怎么样丁妹 伤到肚子没有 孩子有没有事 哎呀 你别孩子孩子了 现在丁妹都躺在病床上了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大人了 我先问小的再问大人不行吗 难道 你就不关心孩子啊 不到这一步 还能撞 我看你是想孩子想疯了 如果你没为这孩子出了危险 你过意的去啊 如果那样 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 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 怎么 你现在后悔了 当初是谁说 愿意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换个孩子 现在说的好听 早干嘛去了 弟弟 我知道 你很生气 我当初就只是 想要一个孩子 可是没想到 咱哥俩现在都 都快成仇人了 行了行了 行了 我现在没工夫给你们瞎扯啊 走走走 都给我出去 我不走 我要在这守着 等着孩子没事 我再走 出去啊 别赶了 别吵了 大哥大嫂 你们先出去一会儿吧 弟妹 行了 你别说了 让弟妹好好休息 咱们走吧 走 怎么了 对不起你 自从我怀孕之后 没有好好照顾你 两口子 不说得行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你正常问我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河边 记得啊 怎么了 其实 我亲生父母 抛弃我的地点 就是在河边 我每一次去那儿 都希望 能够遇到我的亲生父母 过来找我 虽然这个愿望 从来没有实现过 哎呀 好好地不说这些啊 从小 我就是个孤儿 没人疼 也没人爱 经常是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有一次 还为了一个馒头 差点被人打了半死 那个时候 我是那么羡慕那些 有父母的孩子 他们有人疼 而我却没有 还好 后来遇到了大嫂 是大哥大嫂 收留了我 后来 还把你 介绍给我 让我有了家 有了丈夫 有了女儿 所以 没有大哥大嫂 就没有我 王玉莲的今天 我之所以 要生这个孩子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报恩 我知道你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可是我担心 你这么大年纪 生孩子的话 身体受不了我 可这是我的选择 这么多年 我全心全意地 为了这个家付出 为了你 为了孩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自己 我只希望 你能支持我 做我自己 想做的一件事情 行不行 来 我答应你 得莲 我以后不会再见你了 这招卡里有十万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你一个月不见我 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天天往你公司跑 好不容易见了我 谁见面 就拿钱打发我呀 自从君叔出事以后 我就经常在想 如果那天 我没有开车 带着君叔 去找君荣 如果我没有出于愧疚 去帮助你 照顾你 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 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这一切的结果 就是我对不起你 而这一切的后果 就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 那你现在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后果吗 对不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如果可以 我愿意去补偿你 我不要你的补偿 我就想天天跟你在一起 不可能 上一次我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君荣了 我不能一错再错了 我哪里比不上君荣了 他能给的我一样可以 君荣是我的老婆 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总之 我不会再见你了 爸爸还说 让你来家里吃饭 姐 还要你来我帮你忙 矮子说了 不要跟我客气 你以前不是不做饭了吗 怎么 现在开始变成星期两五了 请养时间 不是流产了吗 跟家里关系有些紧张 所以 我想做一些改变 你怎么想起来 吃这个了 调理一下身体呗 我以后做准备 什么准备 我想跟行间再生一个 流血了 你等着我去拿药 没事 老婆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谁让你帮我家来的 你不是说你不想见到我了吗 所以 我觉得说不准有一天 我就成了这个家的民主人 你疯了 你别以为这样就能逼我 邓琳 我告诉你 我们到此为止 太晚了 有些事情 不是你一开始就可以结束的 我已经回下你的孩子了 老公 你回来了 你回来啦 赶紧包扎一下 也没事 小伤 老公 你帮他包扎一下 我锅里蹲着东西呢 拿着呀 行间 解怀了 这谁啊 你好 我是 俊荣和行间的朋友 你一定是许一姐吧 我呀 经常听俊荣提起你呢 是吗 我也听俊荣提过你 就是那个 差点当了他弟媳妇的邓琳班 这个已经过去了 你妈 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不是我说你 没事 你是老往家里跑 也不盯着你老公点 现在的男人呢 如果不盯紧点 很容易出问题的 说不定哪天呢 哪个狐狸精 就登堂入室了 你今天又怎么了 我去帮你拿上筷子 你就要帮哪儿了吗 我知道 我呀 早就把车当成自己家了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什么呀乱七八糟 妈 妈 就算我跟行家婚姻出现问题 姐跟姐夫都不会有问题的 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 不就打个比方吗 有什么打比方的吗 你呀 还好意思说 你们俩呀 就是真的出了问题 那也是你的问题 好好的孩子 说没了就没了 你怎么回事啊 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 你就不能安静点 说完这个说那个 我在这个家里 连说话的缺点都没有啊 哎呀 不是 哎呀 你别生气 来 尝尝这个 我听君王说啊 你最爱吃这个糖醋排骨了 尝尝怎么样 怎么样 味道挺好吃的 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啊 我呀 有秘方 我加了杨梅 怪兽的味道 还有点特别呢 邓琳啊 真看不出来 你呀 还挺能干的 阿姨 你要是喜欢吃 你就多吃点啊 君蓉啊 要是有你的一半 那就好了 哎呀 阿姨 你要是喜欢吃啊 多吃点啊 夏达哥 不好意思啊 我去弄一下 哎呀 邓琳 今天你是客人 你赶紧坐下 别照顾我们了 你不是说 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吗 我可不可以给你客气了 那这样就更好 以后接上来 吃饱了 没事儿了 不用管你了 来 不用管你了 这件不错啊 帮我拿着 我去试试吧 等着我啊 Dank我 这样你一点 散开 在请 Down 散开 各不 Tr 无意 对 女主板 突然 冲易 进日 七 espe 可是今年的最新款 新款也不合适 原来你知道这个道理 新款旧款不重要 衣服和身材最重要 姐 你想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从小爸妈工作忙 你可是我带大的 你动个小手指头 我就知道你想干嘛了 给我老实交代 你跟邓玲是不是有问题 真有问题 姐 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 我现在很后悔 但是邓玲现在 她不愿意放手 她还说 她还说什么 说她怀了我的孩子 我说弟弟 你脑子没坏吧你 你还让她怀孕了 你现在是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 有俊荣那个脾气 她要是 姐 绝对不能让俊荣知道 我现在都快被邓玲逼疯了 姐 我真的错了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你给她钱 你让她走啊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我给她钱 她根本不要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办 姐 你躲得了一时还躲得了一世啊 姐 我爱 来了 你怎么来了 先别见我这么轻肉 我跟你的关系 还没到那个份上 是夏行健叫你来的吗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 你跟我弟弟的事 他都跟我说了 怎么打算的 这个孩子可不能聊 这个孩子 是我得到夏行健 唯一的筹码 我不可能放弃的 你就别糊涂了 你以为孩子 是爱情的保险柜啊 你以为有了孩子 就能得到爱情 你以为有了孩子 就能绑得住 你想绑的人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姐 你不就是这样吗 生了两个孩子 你的丈夫 才对你死心塌地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跟我老公 白手起家共同创业 而且 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你呢 你是我弟弟婚姻的第三者 这个孩子就算生下来 也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现在什么社会了 结婚了可以离婚啊 有投胎也可以有第二胎啊 只要我爱他 你说的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你所谓的爱 就是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你所谓的爱 就是抢属于别人的东西 那个人还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就是不服气 为什么李俊荣可以得到的幸福 我为什么得不到 为什么他跟夏行健在一起 就要牺牲我的幸福 他可以的东西 我一样可以 我今天来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再这么陷下去 只会害人害己 倒不如放过我弟弟 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这张卡里有些钱 虽然补偿不了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能给的 只有这个 姐 我邓林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看来跟你讲道理是讲不通了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不管你是真爱我弟弟 还是假爱我弟弟 也不管你是不是有了他的孩子 我们夏家的儿媳妇 只有一个 那就是李俊荣 而你 不会得到夏家的承认 姐 凡事呢 别说那么绝对 好啊 那走着瞧吧 像你这种 只会破坏别人的幸福 只会偷别人东西的人 是进不了夏家门的 等着瞧 我一定能够得到他 来了来了 汤来了 吃吧 弟妹呀 你看我今天做了什么 烧白 红烧肉 还有墨鱼炖鸡 大嫂 大嫂 怎么全是荤的呀 我想吃青菜 吃青菜 吃青菜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啊 你现在是高龄孕妇 要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来来来 吃这个 大嫂 你别给我加菜了 我看着有点反胃 反胃 没事没事 孕妇啊 就是要多吃点 长胖点 才能生个胖娃娃 大嫂 你这说的跟喂猪似的 那吃的多 长的多呀 哎呦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哪能跟猪比呀 我这不是关心弟妹吗 你就是关心 也不能这么喂 孕妇啊 就是要多吃这些 有营养的东西 我啊 给的都是最营养的 来来来 多吃点 再吃点啊 再吃点 哎呀 大哥大嫂 真不能这么吃了 再这么吃下去啊 那孩子还没生 她都长成猪八戒了 哎呀 女人生孩子 哪有不长胖的 没关系的 来来来 多吃点啊 再吃点 再吃点 大嫂 我我真吃不下 真吃不下 那 那你喝碗汤 我给你打啊 不行 一蕾 一蕾 我能说 怎么 一蕾 怎么了 没事吧 这房子 怎么在转呀 啊 你 你怎么也在转呀 哎 一蕾 一蕾 哎呀 一蕾 快送医院啊 哎呀 不能包 不能包 老头子 快去找个担架 快去 哎呀 什么时候还找担架 真是的 小心 哎呀 好了 没事 别关系 哎呀 咱们感兴 你没事 怎么这样呢 行了 行了 你们都不要着急了 妈跟孩子 都没事 哎呦 太好了 哎 你们是不是给妈 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啊 嗨 你说的太对了 大哥大嫂 你看你们每天弄那么压作的菜啊 这鸡鸭鱼轮番轰炸 就连我都长胖了 你看 我还不是担心 玉莲没吃饱吗 那女人怀孕 本来胃口较大很多 你们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谁说吃的越多就越好了呀 尤其像妈这样的大龄孕妇 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 不但影响胎儿 孕妇还会患上高血压和糖尿病呢 那么年重啊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啊 大哥 大嫂 这跟喂人呐 它跟喂猪不一样 那猪肥了 它也不能生仔啊 爸 怎么能打这个饼 我闭嘴 我也是医生 我不过是受医 但它道理都是一个道理 知道吧 胖都不行 怎么 还好这次没事 看来还真不敢这样给它吃了 俊荣 要不一个我们开个食谱 我们每天就招着你开个食谱去做 行 喂 灯灵 你到底怎么了 你在电话里边说的不清不楚的啊 灯灵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什么怎么办啊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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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你 你怎么了 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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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孕了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快说啊 你急死我了 孩子是谁的 他不敢来的 他不应该来的 什么该不该来啊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灯灵 灵 灵失去了爱人之后 他急迫的希望寻找一份新的感情寄托 那就是下行剑 灵灵此刻像是一个溺水的孩子 渴望呼吸一样 渴望着再次拥有爱人来摆脱痛苦 所以啊 他对下行剑死缠烂打 一再欺骗利用李军荣的善良和信任 步步设计 在内心深处啊 灵灵在抱怨命运的故宫 同样是遭遇车祸 君荣能够拥抱爱人 而自己的未婚夫呢 却没能够逃过一劫 从那以后 君荣的每一次幸福生活 都在提醒和讽刺他的悲凉 印证着他的不幸 灵灵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也正怀着这样的心理动机 此刻的灵灵已经发生改变了 他不再是那一刻 君荣心中间的好姐妹 好闺蜜 他此刻带着恨意 折服在君荣相见身边 渴望把君荣的一切都占为己有 来抚平内心的那一份伤痛 那么接下来 为了得到下行舰 抓住再次获得所谓的幸福的机会 邓灵还会做出哪些疯狂举重呢 而下离两家人物的命运 又到底将何取何从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四集故事 说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只能这样做 不能伤害君荣 如果你再敢过来 我就立马把这些疑伤发给君荣 是关于君叔未婚妻 邓灵的 君叔的未婚妻 你说邓灵怀了君叔的姨父子 现在这个孩子是我们唯一的孙子 我们不会亏待你和这个孩子的 我不要 我不要 邓灵怀了君叔的孩子 我当然选择要自己的亲孙子了 今后的肚子里孩子 跟你们一点关心都没有 走 你怎么买男士钱包啊 送给谁 送给我一个很重要的 送给人家 这个钱包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